记者调雪如新竹报道,跳舞也可以宣传证件。 民进党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, 今天受邀出席新竹县国标舞运动协会会员大会, 现场秀舞技,并分享他的体育政策。 他认为体育活动应结合县民生活, 设置优质的运动场的和培育制度, 让人人都可以享受挥洒汗水的运动快感, 乐活而健康。 新竹县国标舞运动协会也是新竹县第一个成立的国标舞社团, 平日大家以舞会友。 郑朝芳受邀与会员共舞, 同时也分享他的体育政见, 包括发展全民体育场地, 盘点县内空间,改善软硬体设施, 再者是选手培育,增加培育经费, 由社会与民间企业合作, 扶植有潜力的选手。 最后是运动行销, 透过新竹县优质的人文风土, 结合科技与文创, 让运动也能促进观光。 郑朝芳说, 运动是生活中调剂身心非常重要的环节, 他在就读台北大学财经法律系时, 就曾研修过国标舞课程, 以前他都和同学在课后约舞, 因此今日在大家的热情邀约下, 他能够不加迟疑地为大家献上一段表演, 希望透过这段舞, 让大家理解他是以运动人与使用者感同身受的角度, 来设想新竹县的运动政策, 畅递与制度。 郑朝芳也说, 新竹县民的运动风气定盛, 各个世代、年龄层都热爱运动, 运动项目也很多元, 未来他期许自己能够因应各族群与需求, 打造安全、专业的运动场地, 并建立使用租借与维护的制度, 让县民拥有健康的身心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